10月30日 神舟19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执行神舟19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 由蔡旭哲 宋令东 王浩泽三名航天员组成 其中蔡旭哲担任指令长 当日 在航天员蔡旭哲的家乡河北省深州市 蔡旭哲的父母和亲朋好友齐聚电视机前 共同观看了发射直播 在观看直播画面时 蔡旭哲的姐姐蔡旭娜几次流下激动的泪水 听到报点火的时候 心里就开始特别激动 就是说相信咱们祖国那个航天的科技水平 已经非常的成熟了 也知道上太空是已经是很安全的事了 但是他亲人之间那种血浓于水的亲情 还有他就是身不由己的心里就忐忑 据了解 48岁的蔡旭哲已是第二次出征太空 这是他22个月后二度飞天 刷新了中国航天员重返太空用时最短记录 蔡旭娜说 1976年出生的蔡旭哲 小学 初中 高中阶段都在家乡深周度过 在众人眼里 蔡旭哲自幼是个努力刻苦 目标坚定 踏实沉稳的人 当电视直播画面传来发射 取得圆满成功的消息时 此前一直紧盯着电视屏幕的蔡旭娜 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听到成功了 心里自然就觉得开心 高兴 不由自主的也就笑了 那时候我们肯定是会迎接他凯旋 为他庆祝的 这个包教的是 他吃的吧 不在乎那个馅儿 他吃的那是妈妈的味道 是吧 那就是妈妈亲手包的饺子他就喜欢 当日 航天员王浩泽的亲朋好友 齐聚河北省成德市鸾平县 集中收看了神舟19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 1990年3月 出生于河北鸾平的王浩泽 是中国首位女性航天飞行工程师 王浩泽的堂妹王浩爽表示 看到自己的姐姐能够进入太空 她感到很自豪 并用一手藏头诗祝愿她平安归来 这次看到自己的姐姐深入太空 真的感到十分的激动和自豪 此时此刻想给我姐姐念一首 卓作的藏头诗给大家念一下 王家有女志昂扬 浩瀚银河 任翱翔 则润还雨 印星光 航天征途 创辉煌 我相信我的姐姐会和另外两名航天员 圆满完成国家交给他们的各项工作任务 也预祝他们能够平安归来